Estar花楼顶着达摩涛鲁大黄中组合 遭托米点名dis Tat听不下去了 就在Estar花楼顶着老干爹达摩孙上香 套出连体婴儿鲁大黄中组合输掉比赛后 作为主队是Estar的托米 在评论席狠狠dis了一首花楼 未凭花楼犯了轻蔑之罪 不该轻视达摩涛胜率极低的连体婴儿 将主动权让给对手 期间对老干爹三个字 只字未提指讲英雄 花楼你怎么能 哎呀我真的开始了 要不先错词 一二楼选一选达摩 我Estar能在二三楼选出鲁班大师叫黄中 这个犯了什么叫轻蔑之罪 他不仅把Estar前期的主动权 让给了老干爹 他还把那个那个那个 达摩不当一回事 达摩接着你就是连体婴儿 对不对 然后三楼呢 你看到没有 他选了一个最帅的一个英雄 神联波 神联波 专达鲁班大师 鲁班大师拉的 动都动不了 霸气 虽然说一大局内第一波团战 配合combo很完美 但是伤害不够 那波我个人认为就是 那个对自己的伤害不够 把握好 差点运气 后面几波团战的话 你看 九尾的那个婉儿 他选那个 他选那个 公文舞蹈 也是为了克制婉儿 但是婉儿前期第一波 飞死了那个 那个人以后 后面的话 婉儿就 无解了 最主要就是 你怎么能 顶着一个 打磨 选了一个 很弱势的一个阵子 而另一边 当帮神欧币 听了几句 便听不下去了 摘掉耳机 顺着托米 迪斯花楼的意思 竖起手指直呼 托米别洗了 老干爹打的就是牛 随即托米也意识到 站位E-Star 太过明显知道 自己不中立了 招募权给别人 对不对 但是我们E-Star 还是选出了 E-Star 选出这个阵子 要稍微this 还有你 你不要老是放了那个 我是站在一大角度 有点不中立 总体来说 代表主队来评论 洗衣了夸 输了洗都很正常 但托米着急 互对甩锅花楼 有些操之过急 对获胜方老干爹 只字未提 不仅让对方观众老爷们 听着不爽 也自讲格局 对此 小伙伴们认同托米的做法吗 你们觉得 老干爹2比3E-Star 输在哪里了